这个人吃了 母亲给女儿精心准备了一桌狗都不吃的饭菜 并威胁她全部吃完 女儿听后用手抓起食物就给嘴里塞 动作和表情既狂躁又野蛮 一点也没有正常人的样子 母亲见状一把耗住女儿的头发 对于母亲的粗暴举致 英子早已习以为常 此刻她的注意力完全被电视上 飞机失事的新闻吸引了 原来就在今天下午 英子接到了一通奇怪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人自称来自20年后 她在家里捡到了一部老旧的电话 惊讶地发现可以通过这部电话 联系到20年前的人 为了证明自己的话 对方告诉英子今晚机场会发生飞机降落事故 英子起初只当着是对方信口呼舟 可现在看着电视上的新闻 她不得不相信自己真的接到了来自未来的电话 她立马把电话打了回去 得知电话的另一边是一个名叫小美的女孩 两个人有很多相同的爱好 还同样憎恶着自己的母亲 英子的母亲认为英子命中待杀 每天把她关在家里禁止她与外界接触 而小美则是因为20年前妈妈忘了关炉火 引起火灾害死了自己的爸爸 才对妈妈产生了恨疑 英子的妈妈十分迷信 在家里贴了许多笔血用的符筹 她怀疑是家里风水不好 才会导致英子的烟心拘置异于常人 于是她打算卖掉房子 带着英子搬到其他地方 某天下午 有一家人前来看房子 英子根据名字认出了年幼时的小美 她感到十分有趣 立马用那只可以连接时空的电话 打给了20年后的小美 小美听到听筒里传出爸爸的声音 一下子惊声过来 小美没想到 有生之年还能再听到去世的父亲的声音 又激动又难过 难以一致地哭了出来 英子却因为找到了乐子兴奋起来 我说 很趣的思考 你还能够带着我的父亲的父亲 竟然回到了身上 更神奇的是 二十年前那场火灾留给她的伤疤 竟然奇迹般消失了 四周的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小美来到室外 发现本应该死在二十年前的爸爸 现在静活生生地站在自己眼前 小美抱住爸爸忍不住哭了起来 她回到房间 哽咽着像银子道歇 小美很快就会 英子成了跨越时空的好朋友 她以为自己遇到了天使 却不知道英子天生就是一个德摩 这天英子给小美打了一通电话 小美却因为要陪父母也吹 没有时间陪英子聊天 感觉自己被冷落的英子一直闷闷不乐 她又给小美打了几通电话 但是一直无人接听 当小美终于接到电话后 英子没有说话 而是一直发出甚人的笑声 起初小美还以为英子心情不错 但在听到电话那头不断传来 英子肮脏的咒骂声和嘶吼声后 开始紧张起来 随后小美就听到了英子母亲的声音 英子被她的母亲绑在了地下室里 她那疯狂嘶吼挣扎的样子 在迷信的母亲眼中就是中了邪 母亲对着英子不断做法 试图驱散她身上的邪髓 英子的表情十分痛苦 不断要求母亲停下 可母亲非但没有停手 还变本加厉一下下抽打着英子 直到英子痛苦倒地后才停了下来 她捏住英子的脸 忽然间近看到了许多不祥的画面 不计论 啊 啊 啊